繼續開會 請陳議員梅娟質詢 今天是我們有史以來 這個執行時間很短 所以我們要很快的時間把它質詢完 也希望我們這次的質詢 能夠得到我們市府這邊 很明確的給我們的回應 那首先我們要先談的就是 最近我們期待 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輕軌 那輕軌第一階段 已經在即將要來完工通車 但是輕軌的第一個階段 完之後我們要面臨的就是第二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剛好從古山跨越到我們左營 到我們的曾俊傑一眼的三明區 剛好連帶了這個 從古山這邊到我們的大順路跨左營 到我們的三明區過來 那這個區塊我們特別要討論的就是 在經過大順路這個區塊 其實很久以前 當時我在當交通小組召集人的時候 我就一直要求我們捷運局 希望他們在設置這個輕軌的軌道的時候 一定要考慮到用路人 汽機車的行車的 他的一個寬度跟他的行車安全 可是當時他們有用到那個什麼河東路那段的時候 我們就是急很大的反對 因為那個幾乎把整個道路都站完了 那剩下一小段 所以當時我們有反對 那我也很感謝我們捷運局有幫我們的意見給大家進去 後來有做修正 但是走到我們大順路這一段來的時候 我發現還是一樣同樣的問題又出現 現在我們在大順路這個區間段 等於說變成只有剩下一個一塊一蔓的車道 然後這中間是綠站就是這一塊 那現在這一塊的一個寬度 勢必我們已經可以想像到 因為現在目前大順路也是在我們 北左營是一個很主要的一個幹道 交通流量也相當的大 他貫穿了我們的古山左營到山明 所以我想我跟曾經營議員 今天我們特別一定要來提出來 就是請捷運局 你們在規劃這個路線的時候 是不是要去考慮到這個寬度 這個我們的用路人的安全 那你中間這個綠帶作為我們輕軌的一個專用軌道 之後留下的兩邊 勢必我們已經可以想像出來 以目前沒有占用的 以及沒有設輕軌的情況下就已經非常擁塞 而且流量相當的大 用路人的安全就已經很備受考驗 那如果你們再把這個軌道給弄上去之後 未來我們可以想像到那種交通的黑暗期 所以就這個部分 我是不是可以請捷運局局長 你可以跟我們再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你們這條路有任何的一個交通的一個配置嗎 包括我們的交通局局長 請局長回答 感謝議長感謝陳議員 有關輕軌布設在大順路上面這一部分 那這一部分的話主要我們是 還是專有路權 那所以他不會 唯一交織的部分就是在路口的部分 那路口的部分主要是配合優先 耗製的運作方式 那所以使用上面其實交織的部分 還是在路口的部分 那第二部分就是我們輕軌的部分 是佈設在中間兩個車道的部分 就是雙向 那這裡面我們是把路邊停車的部分 轉換到路外停車 然後來調整他整個路的部分 那整個道路的部分就變成是 路邊停車移到路外停車 那我們的整個道路的斷面配置部分 是採取的是一快一慢的方式 那一塊一混合 然後也就是說一個是快車道 另外一個部分剩下的部分就是 快慢車混合的車道的部分 也就是說你們把停車的空間 給他取消掉然後來停車 移到路外 那你們把這些停車取消掉 這些停車的空間交通局有配套嗎 我們這個是其實我們是跟交通局合作 然後針對這一部分在進行檢討 就是說我們減少多少停車位 那這些停車位部分 如何用路外停車區域補償 那這裡面其實我們有相關的配套 都在這裡面 那這些其實都要經由我們道安的一個審核 我想請問局長 那現在現在道路要壓縮了 那其實大順路車流量真的很多 你問他早上有沒有歡迎過 但是我覺得你們在評估的時候 你們在評估的時候 到底他的距離可能就變得一塊一塊了 如果中間放那個輕軌的軌道上去 是不是壓縮到人行道的走的寬度 這敢說嗎 人行道的部分有部分是調整 另外就是說 我們其實是用輕軌大眾運輸去換取私人運距的部分 所以不是說就是我們輕軌一筆之後 其實有些運距會轉換到大眾運輸裡面來 那我們初步推估的部分 其實有30%會轉換到我們輕軌裡面來 那這時候其實我們也評估過 整個運量整個流量的部分 其實還是可以達到我們的低級的部分 所以對於交通運輸部分會有影響 但是其實是還是可以在我們接受的範圍裡面 我感覺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你對那邊的生態到底了不了解 其實議長也是在我們那個選區他自己很清楚 在大順路 你如果想要搬時間真的非常非常的貪 因為我每天要來議會也是都會經過這段 那真的非常非常的勇猜 那你現在要壓縮他的車道 我相信你變成混合車道 你的車輪我們就坐在這裡壓縮 所以勢必會壓縮 那以後不是又更塞了嗎 所以我們才把那個路邊停車轉換到路外停車 那你路外的停車你們規劃在哪裡 路外停車的部分是周邊的這些相關的停車場部分 我們都有把它計算進來 就是說路邊停車減少多少停車格位的部分 那路外停車部分就是可以滿足 那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我們也會同我們 我們那個都花局的部分 就是這個周邊部分 各兩百公尺的範圍裡面 那這些範圍 那個我們可以配合整個停車空間的獎勵部分 然後來同時再增加 除了原先已經足以補足的部分 那我們會再增加相關的停車空間的一個供給 可是目前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替代的方案在那邊 因為我們整個運作部分要到108年底才會完工通車 那所以這一段時間其實相關的配套 都在這一段時間裡面來進行跟試做的部分 那現在有一個問題 那個輕軌如果剛好到 然後他遇到的是綠燈 這樣會不會互相衝突 是哪一個先優先 輕軌本身它是相對優先耗制 也就是說它還是要遵守耗制的規定 那遵守耗制的規定部分 就是我們用透過電腦系統控制 那就是說車啟動後 有多久的時間會到那個路口 那這個路口部分電腦就只會轉到 運作然後轉到我們路口的部分 然後配合綠燈延長或是紅燈縮短的部分 那這樣輕軌就可以優先通過 那如果遇到特殊事件或是特殊的狀況 那如果是紅燈輕軌也無法通行 輕軌還是要等紅燈 那我想這個案子 還有一段時間可以好好來演繹 我們只是希望說 雖然我們在捷運的十字路 因為它的不方便 能夠來成就這個輕軌把它繞成一個圈圈 我覺得這是我們所期待的 因為你捷運是十字嘛 所以你周邊不便利 很多人搭乘運輸的習慣就不會養成 因為不方便嘛 但是如果你能把輕軌來做連結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事也是正面 但是我們很擔心的是說 你連結這個之後 你壓縮到了用路人的權利 剛剛你講的 你希望說如果我們用了輕軌之後 希望把那些運用大眾運輸的人 能夠轉成到裡面來 這是一個理想 這是一個方向 這也我們也是在努力 但是 是不是能夠如預期這樣 就像我們捷運這次也是 運量也是一直那麼久了 才慢慢運量出一個量來 大家也都沒有辦法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理想值 但是我希望我們還是一定要去考慮到 用路人的安全 好不好 我是希望說 因為 捷運給它兩條 尤其這個輕軌 經過我們三民 東區很多 不然之前只有兩站 我們三民區只有兩站而已 那現在 這個輕軌可以變東區很便利 其實我們都很期待 其實也很煩惱 我如果今天應用到交通的流量還是怎麼樣 我相信 住在旁邊的居民會非常非常痛苦 那我是想再請問那個交通局長 你對於他們的這個決定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簡單就好 請局長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曾議員還有陳議員 有關這個輕軌在第二階段的部分 目前捷運局已經做完一些路行的規劃 還有送到我們所謂的所謂的管考小組 道安匯報這個系統裡面去做專家學者的這個審核 那剛才議員所提到的都沒有錯 其實輕軌它是一個進步的系統進來 我們當然有一些理想 在這個理想裡面 可能會改變我們整個交通使用的一個方式 或許會對這個原線的居民有一點生活上 或是平常這種交通使用行為的改變 不過就在這個改變的過程裡面 如果我們是往一個正向的方向 剛才陳議員特別提到 這是一個我們值得期待的 我們願意持續來觀察 那當然這整個做法 我們還會有第一階段 即將要通車的這一個部分 可以來學習什麼樣的一個方式 對於我們第二階段的實施是最好的一個方式 我想在未來還有很多跟地方做一些溝通說明的一個機會 對我們也會持續來注意這個 所以說還沒有定案就對了 當然目前是有這樣的一個規劃 但是我們必須要去看未來整個方向 會做必要的一些檢討 希望你們再多方面的考慮進去 那至於這個交通瓶頸是怎麼樣 你們再做好好的評估 第一階段的輕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城市引進的部分 我們希望透過第一階段引進之後 市民共同來思考 輕軌跟我們一般用入的習慣怎麼樣去共同做一個更好的一個和平相處 因為輕軌是沒有柵欄的啦 所以那個安全問題真的要認真去考量 沒錯但他速度也是相對來講比較慢 謝謝 我們是希望好好的規劃 因為這是全台灣第一國向很多人都在看 如果他是成功的話 那就是我們高雄之光了 好不好 大家共同來努力啦 那後續我也希望說你們都花局也好 我們檢營局也好 或是交通局也好 你們就這個部分應該要多到地方去 我跟大家好好的聽聽地方的聲音好不好 那我們繼續來努力啦 至於你們規劃的那個停車的空間部分 我希望會後能夠給我們一份報告好不好 謝謝 那再過來 來 來 違建拆除我想這段時間 大家應該吵得沸沸癢癢啦 當然違建 有違反到公共安全 人身安全我們都一定要拆 絕對支持 但是問題是我們 我們今天要探討的是 我記得那時候 我在保安部門的時候 我有問過我們的消防局局長 消防局局長 那時候你有跟我答覆說 我們的火災的原因 就去年的一個前五名 大概第一個就是電器設備 就是因為它的使用密度太高了 電線走火 這是一個最大的原因 再過來就是其他嘛 有一些什麼車輛電器 這是在水裡面給我的資料 還有一個人為縱火 煙地 亂丟煙地引起的火災 機械設備 也就是說 我們在火災發生的前五名裡面 都是因為人為或是因為設施的一些不慎 造成了很大的災難 但是絕對不是它結構的問題 那當然鐵皮屋一定是要差 因為那個是絕對有安全疑慮 但是我們今天要探討的是 在1998年11月6號的時候 那時候當時的 還沒縣市合併 縣市合併之前 我們那時候還是許議員 我們的前議長 他當時有在議會有一個臨時提案 當時就是救我違建的這個問題 因為事實上大家為這個違建 當然違建不是好俗 但是你也要知道說 比比皆是的違建 事實上對我們的市府來講 也是相當一個很大的 一個很審柔的課題 那時候他有特別提案 那時候我們記得議會有特別 訂了這樣的一個執行要點 他們違建的建築拆除 影響公共利益的程度 依照他們有分裂三個順位 第一個順位當然就是 有違反公共安全的 妨礙交通的 妨礙任何 只要有影響到我們的民生安全的 我們絕對首當其衝一定要拆 這是第一個順位 第二個順位是在民國86年 到民國97年建的違建 這是第二順位 第三個順位 就是民國58年到85年 我想存在最多的 大概就是在民國58年到85年 其實如果要聽 真的聽不完 太多了 但是那都是小違建 不影響公共安全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在議會說 有訂下這樣的一個規定 但是這個部分 就是因為在我們合併前 那是否能夠適用到現在 這點等一下我請公務局 答覆我們一下說 在我們合併前 通過了這樣的法案 是不是可以續用到我們現在 公務局局長可以答覆嗎 請局長回答 謝謝主席 跟議員做一個說明 剛剛議員有提到 議會那個文是98年的文 所以依據那一個的一個決議 我們在100年2月9號 就定了這個所謂的執行要點 所以你現在所提的是一個 是100年的2月定的 當然政策各方面都是有延續性的 沒有分合併前 所以是延續的嘛 也就是說也是照這個順位嘛 對不對 可是因為現在我們政府 不曉得是因為柯P效應還是如何 我們根本一直都要做最好的 所以輸人輸丁 這次也成立了一個 裁組的專案 坦白講這個專案 我相信你們在座很多人 都已經受到太多人陳情了 並不是說我們民意代表包庇為件 包庇為法 絕對不是 我們也希望高雄要給我們市民 一個生活安全的一個空間 但是你要知道說 剛剛我們有講到的 只要不立即為 居住的安全 我覺得我們當時定這個用意在這裡 就是希望你們能夠按順位 但是你們現在在猜的 現在你們在看的 幾乎都是在我們第二順位 到第三順位居多 包括我現在特別要提的 醫院補習班 我相信很多的人都來跟你們陳情過 包括他們因為 其實我想我舉個例子 我也請市長 這邊也要來跟你救教這個問題 其實醫院我也要特別提 因為當時我們有很多的 那個團體公會 都特別來找我們議長陳情過 也就是講到 你們現在要拆 拆醫院有列館 列館兩百多間 那醫院你們手當其中要拆的 就有七家 目前聽說已經拆了四家了 讓他們改善的 那其實現在 要後續要拆的 我很怕這一夥一點下去 後面就 真的是沒有辦法停止了 所以我在這邊要請政府 請市長你們 要審慎的去考量這個議題 其實衛生部 那時候當時我們的醫院 他們有去營建署去拜訪 就是就他們這個違建的問題 就去澄清過這個 那時候衛生福利部 就有回文給他們 在 我特別把那個案子 這邊 我把它調出來 就是這裡 針對建築法實施後 建造之建築物 直轄市縣市政府 依違章建築處分辦法 裡面定定 既有存在的違建 劃分日期 既属 既存違建 且不影響公共安全者 分類分歧列管 新違建 就是我們剛剛提的 98年以後的 新違建則採集報集拆管理措施 我想中央地方 其實他們政策是一致的 那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他有特別提到 那顧協會所提的 老舊醫院建築 建築物 按期建造日期 會有不同的管理方式 也就是說 因為這些便宜 很多都存在二三十年 甚至有的更久了 那他們的都是一種透天的建築物 那早期他們做的時候 就是一間很清楚 但是因為 越來越好 生意越好 他們因為隔壁左右 都有人住 他們不可能去把 有的人甚至買不起來 隔壁有時候 他們就不願意賣給你 所以他們只能往上發展 那往上發展 我覺得他蓋個一樓兩樓上去 事實上我想 我請一下 請教他消防局局長 我請問你 你們對醫院 或者對這種公共場所 你們一年定期幾次的安檢 消防安檢 請局長回答 第一個要看他規模大小 如果是假類 每半年一次 也就是說你們一年一定要定 那醫院是假類嘛對不對 也就是說醫院 他是一年讓消防局 在這個部分消防安全 是兩次的消防檢查 一定都是過了 才會繼續留下來 對不對 不然你們就一定要限期改善 對不對 我們是管消防設備 消防設備一定要按線 當然我講的是消防 那個公安檢查公務局這邊也是一年一次 對不對 你們一年一次也就這個部分來做安全檢查 也就是說 醫院 我現在是舉例醫院 醫院的部分就是說 他一年已經用消防的安檢兩次了 公安檢查也過了 這是你們市政府認定的 你們自己認定他是合法合格的 那你們現在要來給他猜 猜的原因只是因為他多蓋了幾樓 沒有錯 當然結構體的問題要考量 但是我相信 醫院本身都比你們太擔心 因為應該你的便宜 出台是 手上其中的是自己 他要負責的 他要負責的 比你們更大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政府這邊 我拜託市長 你們是不是好好的去 深深的評估一下 這個部分是一定要這樣來做嗎 還是說成如我們衛生福利部講的 我們應該要分類分歧來列管 然後當下立即有安全疑義的人先猜 那像這種醫院 然後還有像我們很多 補習班的 我想很多的 很多人來承請的這個 我不特定是哪一個 只要他有通過我們的消防安全檢查 公安安全檢查 最起碼他是沒有立即性的 我們反而是要去考慮的 他的逃生出入口 對不對 一個消防設備有沒有問題 他的逃生有沒有問題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去檢視的是這個部分 而不是他講他的結構體 因為多蓋一樓 多蓋兩樓 還是說因為有違建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讓他拆掉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是不是請我們是市長這邊 你是不是有應該要好好審慎的 來研究一下這個課題 因為我覺得這個影響太大了 太大了 我覺得齁 最近聽說的 就像我們吃個困料 那其實這事都是既有存在的 那之前可能都是分類 分起列管 然後現在要成立一個專案來處理 其實 沒有立即危險 我是好像就先列管 先暫時不要動 那其實我們每年都要檢查 消防 公安 包括 現在那個 主要他主要結構 承受得了 讓專業學者來評估 我覺得應該先列管 戰 戰拆 那我是希望說市長 可不可以聽聽老百姓的聲音 因為真的造成很多的困擾 我們也很困擾 因為我們合理中 到底 因為這位都二三十年的事情 現在拿出來處理 其實真的很困擾 然後你每年又有消防 都有通過 是不是也互相衝突 那我是希望說市長 可不可以請你答覆一下 針對這個問題 看要怎麼去解決 請市長回答 謝謝 我 謝謝 謝謝兩位議員 等一下吳鴻某副市長再補充 當然 我一見 我一見是不值得鼓勵 當然 今天作為我們民意代表 轉達民意 然後了解我們一些 所有的一些基層的聲音 當然市政府要非常的重視 但是今天是在一個現階段 沒有發生事情 就很平安 所以說沒有去追求接任 但是我是要跟兩位議員報告 市政府當然現在盡量用很多很多辦法 把有老的違建 新的違建 新的違建就不用擔心 但是如果老的違建 基於公共安全 如果說今天我四樓房 我就說去五樓、六樓、七樓 垂直這樣 現在看沒事 但是它破壞整體的結構 現在我們要每天都看天 就是必須要保證沒有事情 如果有事情 這個責任的追究 這個必須該做的承擔 傷害承擔 市長以及相關所有的團隊都必須承擔 發生氣爆的事情 誰要承擔 三十年前 那個公文包括 三十年前 他不知道三十年後會發生這些事情 不知道 但是他現在如果還在公務部門 他就必須承擔 這何其的無辜 所以說我兩位議員意見 我全分可以理解 但是我也希望說 我會跟市府的團隊 如果沒有安全的問題 我們會盡可能 希望在這個部分 有比較妥適 妥適的處理 我不敢說 但是今天我要跟 要跟上工 什麼人可以保證沒有事情 我也不敢說 所以我說我會盡量 我會要求相關的團隊 當然在工程結構的部分 要怎麼做是安全 這我請 我某市長跟兩位答覆 我說兩位議員的聲音 我們也知道大家 或是要聽我一件 我們所有的議員都很忙 我每天也接到很多很多 我們的支持者 但是我們會做清楚的說明 我當時這個部分 我感到 吳市長跟兩位議員答覆 如果我們內部 我想我們會再重新 在這個部分 我們這個方向不會改變 但是我覺得說 各位的意見 我們也很重視 但是沒有什麼 比市民的安全更重要 不只是你影響到個人 會影響到 我想我們四周大家都有關 沒有請 吳市長跟兩位說明 吳副市長說明 謝謝議長 謝謝曾議員跟陳議員 首先我幾點說一個說明 第一個 違建就是不合法的 它沒有辦法永續存在 現在基於一些人力等等 它其實它是有優先順序 沒有錯 但是如果涉及到公共安全的 絕對是最優先採除 跟兩位議員報告 那剛剛有特別提案 專案就是比較公平 因為專案是一視同仁 沒有針對性 沒有針對性 那麼我們未來會針對這一些 必須專案優先採除的 我們提出一些配套跟誘因 就是說 如果家裡離開了 其實未來政府要輔導 這太陽光電 或者是容積沒有用完的 可以輔導它 把上面能夠做一個合法的建築 這方面我們公務局 跟都發局相關單位 我們現在正在眼裡中 我們總希望說 這個城市是安全的 那未來我們這個市民的權利 透過合法做一個保障 這我們是相互相成 以上報告 我是希望那個分順位 你第一順位有立即危險的 當然要先來拆除 那可以有的 有時候不是說影響很深的 可是你說暫時先列管 說實在你要拆 我們也要把我們市府 很多經費 因為太多件了 可能全高雄市 可能一兩萬件應該有吧 那你真的要拆的話 在我們現在我們的 高雄市的財源那麼拮据 你拆 你看要拆多少 副市長我想喔 你剛剛有講到說 專案公平性喔 你專案現在列舉了 大概兩百多件而已嘛 對不對 那怎麼會有公平呢 對不對 因為其實危禁真的很多 所以你說專案是為了公平起見 我覺得這一點都不公平 所以我現在副市長 副市長我要跟你講的是 其實我們今天 我跟鄭俊傑一樣 甚至我們有很多 為了關心這些議題的議員 我們都不贊成為見 當然也不願意看到 我們人民的安全受到威脅 這是我們一定是要守住這一點 但是我們剛剛有講到的是說 如果他是透過了我們的 公部門單位已經都認證OK 他安全沒有疑慮的時候 是不是這個部分就不要這麼快去處理他 我們當然講 我沒有說一定不要處理 但是先後反擊 你剛剛也有講嘛 分期分裂對不對 可是我們現在希望的是說 你們所謂的專案裡面 所列舉的裡面 有很多都是可以去考量 需要讓他分類分期再來猜的 可是你們就把它當作優先 第一個順位再做了啊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的是這個 我們並不是說你們不可以猜為見 我們也不是說我們支持為見 我們這種污名貌我們是戴不起的 我們絕對反對 但是因為既有的事實 我們必須要去面對解決 我們現在是要講怎麼去解決 因為這已經是事實了 我相信我們都一直希望 我們跟市府的立場都一樣 我們希望給市民一個安全的生活空間 絕對不希望違建一直下去 所以為什麼新違建要急報急差 但是既有既有的講牌一點 就是人家說的歷史工業嘛 大家要共產承認這個 這個發極就是這樣 因為過去都沒有去好好處理它 現在流到大家現在來的時候 我們要考慮的就是安全 然後政府有認證過的單位 當然我們希望他能夠在最後再來考慮 好不好 那我想因為時間的關係 其實我覺得這是認定的問題 我再請教公務局長一個問題 他現在如果有些大樓對不對 大樓他因為拉皮的關係 那在你們的認定 是屬於新違建還是舊違建 來請居長回答 謝謝主席 給甄妍做一個說明 拉皮並不是所謂的建築法來的 所共的一種建築行為 建築法裡面就是新建 真建改建修建細種 拉皮只是表面上的一個修飾 所以拉皮不屬於建築法的建築行為 沒有 那就不算新違建 就是說原本他這棟間有違建 啊因為你如果家裡會親 但是他會吊磁磚 他因為就拉皮 那這樣他原本的舊違建 就會變成一個新違建 是這樣認定嗎 我是想因為我有遇到這個問題 應該是跟議員做一個說明 就是說 只有磁磚外牆釋財的改變 不是違建行為 簡單簡單說就是這樣 不是這樣 那你會聽出大力說這算新違建 說他們的認定是新違建 應該不會這樣子說 應該是有垂直真建 還是公德立體真 那一個平面真建 經過建築民族 經過老地板的民族 所以這個教育所謂 是不是違章的情況是這樣 拉皮釋財的改變 不像違建 這樣不算就對了 那局長請坐 那我是希望說 議長可不可以 這個案子可不可以 因為我相信太多同仁 都有遇到這個問題 那我是想說 因為之前那個是 現實合併之前做了絕育 安寅現在現實合併之後 試試我們也 請我們議會 然後也提個案 然後把這個要點也 給他們做一個執行要點的參考 那就請兩位議員正式提案 好嗎 好 那請議長幫我們 謝謝 好 那再過來我們要講 約聘故環保人力的檢討 來我們環保局局長 你坐在哪邊 坐在那邊 好 我用這邊給你看好了 來我們這個環保局清潔隊 人力的配置 其實我們都一直覺得 清潔隊是我們最基層的 最辛苦 然後付出最多的 最負勞力的一些人力 在我們事務裡面 真的是應該好好的來善待它 可是因為人力的關係 我們就以我們的男子三民兩個來講 你看我們男子坐營 大概一個我們的清潔隊員 他必須要服務的比例 就是961個人 坐營970 三民東要1175個人 三民西400多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一個清潔隊員 他一個人他必須要去服務 這麼樣多的人坦白講 當然這是數字 但事實上也是真的 我們的清潔隊員相當的辛苦 那所以我們這個數字是統計 統計到104年的4月 我們的配置人員 事實上目前一共有3183人 短缺了80人 局長 這個部分我記得 那時候你還沒來 副市長曾經的陳副市長 當時的環保局局長 我記得那時候你們有針對 為了要讓這些臨時月聘僱的人 能夠得以 讓他們有一個肯定他們 所以後來你們有用了一個 定一個晉升辦法 對不對 那時候有一個考試評比分數下來之後 然後分類 然後就依序把它遞補上去 讓他身為正式的 我們的環保局員工 我覺得這真的 我們真的非常肯定 也謝謝你們 這麼體恤我們這些辛苦的基層人員 所以他們非常的期待 後來當時有排列到600多個人 對不對 就按順序這樣排 然後一直晉升晉升 晉升之後 他們的臨時跟他們正式 我相信 據我所了解的 大概薪稅就差不到幾塊 對 大概一萬多 你知道對一個基層的人 那一萬多塊 對他們是救命錢 甚至他們是多麼大的一個支柱 所以他們非常期待 能夠晉升為正式 因為那是回去長期長期的 那 可是你們在晉升的過程 當時你們有訂了一個條約 是不是說 如果他有 按 有按 五年的條款 如果這五年內沒有期滿 就不能嗎 不能報考嗎 當時是這樣嗎 我記得那時候 我在保安部門 有跟你就交過這個問題 你們當時有跟我講說 只要五年期滿 有缺你們就可以遞補 我記得那時候 你是這樣子答覆我的 如果我那個資料沒有錯 可是為什麼到現在 我請問局長 現在目前這六百多個人 全部晉升完了嗎 到3月16號都已經全部晉升 全部完了 那有多少人 因為這個五年條款不能晉升的 我這裡面大概有 有這個 23名 我資料是36名 36名 因為他有扣除 那個貪污治罪的 還有相關的 我問你是沒有晉升的 有36名 你說扣除掉什麼貪污的 那26名是什麼 他就有的是借您的 借您的 借您的 他是借您就不能再晉升 因為那個勞工他是到65歲 所以他排到的時候已經借您了 不能再晉升了 你看 這實在是情何以堪 我們等到他要給我 他應升的建學術 已經沒有機會了 這就是他們的無奈 這是他們的悲哀 你懂嗎 這一次人為這樣政府 為這樣政府 為人民付出這麼多 結果他連最後的一個肯定 都沒辦法拿到 所以我在這邊要特別強調是說 如果 那剩下還有 因為我得到只要是36位 我舉一個例子 有一個考第一名的那一位 我 不曉得你知道他是誰 我不講他名字 因為他腦筋 不是腦筋 他有一點殘障 他有重症 但是 他的電腦打得相當好 他考試考第一名 表示他的程度下 雖然他本身已經有殘障 他還考第一名 表示他相當有程度 但是就是因為 他年少的時候 可能有 可能他自己也不懂是有吸毒 所以他有這樣的一個前科 你們所謂的五年條款被性自主了 所以 他就不能晉升 他是第一名 他是不能晉升 到你們六百多名 全部晉升完了 他還是不能晉升 像這種情形的 很多 包括有人來跟我呈請 他跟他出於隔壁 因為 口角 王家 兩個女孩子可能 比較 不能控制情緒 所以小怕 結果對方告他傷害 也就是因為告傷害 結果他又有案底 五年條款 他又不能晉升了 也不過是一個小事情 限制了他一輩子的肯定 他一輩子不能夠晉升這個 你的五年條款說醫療都不能任用 這樣怎麼有得力呢 局長 我是覺得這種經驗 你們在 在那個入選資格的時候 就應該要先講清楚了 你等他已經考上了 然後還有順位了 要補到他 結果遇到這種事 我覺得是莫名其妙 我想 這三十幾個人 不管是二十幾個 三十幾個 我希望是說 是不是 你們有沒有什麼方法 如果他們在你們補完這個時間 我知道已經好幾個已經戒滿了 五年條 但是你們說不能補 本來 我記得那時候 陳局長的時候 你們那時候跟我答覆說 只要他五年戒滿之後 戒滿之後 還在排的時候 他們還可以從後面頂排 還可以再地補 我記得那時候給我的訊息是這樣 可是後來怎麼會告訴 然後後來便會跟我說 完全完全沒有機會 因為法治那邊說不行 與法無懼 說不能 因為他有案子就不行了 所以他就不能進身了 那我覺得對他實在是很不公平 因為那些人都小事 想像王家弘哥 雄孩這到底有什麼 對不對 結果他因為這樣 他就不能夠拿一個正直的 一個等那麼久的機會 我覺得這太不公平了 所以我想這個本 是不是應該要減少 當然我知道你們跟我講說 簡章裡面 你們有寫 可是你要知道親切隊員 他們在應徵的時候 沒有人一支一支在討論 他們只知道說 我等好久了 我就是要報考 他報考了他就很高興 結果你們後來拿檢查來告訴他 不好意思我電話有什麼 可是他們根本不知道 就算有 好沒關係 我那天我記得 那時候我跟陳副司長也檢討過 是不是未來我們要招考的時候 這個部分應該要有一點點 人性化一點 因為他不是大事 他不是殺人放火 那些小糾紛 那些人給他起訴 你們就斷送了他的一個資格 我覺得這個不應該吧 這個你也曾經答應我說 你要檢討 好不好 那所以現在目前就這個部分的人力 沒有晉升的 局長你們這邊沒有什麼打算 就是已經有報考 已經有考過 但是沒有辦法晉升的 我想之前已經有這樣子的一個條款在裡頭 我們還是要照這樣子的一個條款 來做相關的一個裁讀 那未來假如說有在做修正的時候 我們再考量看看 那這些假如說他因為有犯案 或者是相關的一個部分 他假如說引力不報 那進來以後也是造成我們單位很大的一個困擾 那我想這個也不是我們所期待的 所以我想我們回來會把這個相關的一個要件 把它先公布以後 再讓大家來這個爭取這個名額 對啦我覺得要忍心 因為他們真的太辛苦了 我剛剛講的第一名那個 他甚至還去警察局 申請到良民證出來了 你們也不採用 你們說不行 所以我覺得對他實在是太不公平了 好不好 我是覺得這個部分你們 下次如果真的還有招考的時候 我希望這些人能夠優先 或甚至給他加分 讓他僅用 不然他們太委屈了 好不好 那局長我要請問 那現在都補滿了吧 600多個都補滿了 那他到底還可以撐多久 如果這幾年又有退休的話 這個量你們有沒有先預估起來 是因為目前因為我們財 市府的財政比較困難 每年我們都要奇德式的一個收錢 所以我們在言而上 我們目前是沒辦法增加 所以我們是用購買 集借的方式來 取代人力的一個部分 其實 像我們三民黨、西区都有來歡迎 說其實他們現在工作量真的很大 那很大 你能力又一直一概不補 其實那些人要做困難的工作 非常非常的吃力 那是不是說 如果真的人緣不足 可不可以說 請一些臨時的 來先測試先測試還是怎樣 不然你這個問題以後還是會遇到啊 你後面一直退休一直退休 你後面也是還要補 你們有沒有先預估起來 你今年退多少 明年再退多少 達到多少才要再做一個總檢討 你們有評估嗎 我想就在預算言而裡面 我們有退休的我們絕對可以來替補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那目前我剛剛已經說明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是 財政上比較困難 所以有 未來的預算要往下調的這個部分 所以勢必影響到我們的那個 預算言而的這個部分 你要看我一個三民黨過節 來服務一千一百七十五的 這樣才會中 這樣服務品質會好嗎 我相信對我都覺得很奇怪啊 所以我們希望說能夠增加機會來 替補這些錢 因為他們真的很辛苦啦 也謝謝兩位議員 對我們的這個 清潔隊員的一個 對我們關心 我們當然也想極力爭取 看看有沒有 多的經費 讓我們的未來的言語 不至於再一直往下調 市長 那個要想請請問你 因為剛剛你也聽了很多 其實他們真的人員都不夠 那是也跟市長報告 他們人員真的很不足啦 在這裡真的不夠的人 是不是說聽市長 要可以 你得到一個拜託說看 可以 給他們多少補足 我沒有補齊也好 說臨時補一百個 去支援他們 我覺得這個對他們 基層辛苦的人員 是很大的幫助 那個不然請副市長答覆一下吧 請陳副市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兩位議員 那麼過去的那六百多個 地補的到今年都已經地補完畢了 所以每一年大概退休應該五十個到六十個 所以現在已經陸續有進來已經有一些臨時的清潔隊員 那麼會辦理裡面的考試安排一個地補順序 那以後這些就可以慢慢每年地補個五十個 什麼時候會 什麼時候會再招啊 目前先辦理登革熱的防治隊的招考 應該今年會會辦理內部的這個考試 這個沒問題 那剛才陳妍所關心的過去所謂有不良紀錄了 這部分我們可以放寬 那是以前那六百多個的考試的時候 將來辦新的考試的時候啊 會過去過去的仍然留在局裡面還沒有地補上去的 他因為會他留在局裡面比較久 所以有一個加分的一個加分的設計 那不良紀錄的部分分比較清楚 比比方說吸毒的或什麼比較嚴重的那當然排除 如果說因為比方說 倒肥仔什麼肥仔那可以條件會放寬一點 那這樣子他就可以優先地補上來 這個我們會請環保局把這部分設計好 讓過去沒有地補上來大概二十幾個啦 二十幾個可以有機會他可以加分考上來 那臨時清潔隊現在已經有 但是因為現在剛好到山內最後一批剛好地補完嘛 你這登革熱是要再拚車幾個啊 登革熱是我們因為我們要專責成立一個 一百個的一百人的登革熱房支隊 那個要可能要一點學歷 要教會怎麼做登革熱的積查等等 那個目前在全高雄市只有一百個嗎 對 那你要怎麼去分配 沒有沒有分配這是單獨一個隊 那個將來放在現在這個勾取隊那個地方 這一百個就像新加坡一樣 新加坡是一千個人 他每天出去機查自身員 那我們現在嘗試慢慢辦理 那麼先試看看一百個 然後做登革熱的自身員的檢查等等 那現在目前要辦理的是這個隊 那其他的地補我想因為三個已經地補完了嘛 所以最慢五月六月這個馬上要地補 那要不要休息然後下一節時間 下一節再合在一起用 那我們休息五分鐘 下一節就是四十六分鐘好嗎 休息 繼續開會 謝謝 謝謝 謝謝議長 那接下來我要講的就是 在幾天的新聞裡面 有看到一則新聞 那我覺得蠻 跟我們的生活蠻息息相關的 就是在那個母親節前夕 然後有一個一則新聞 他敘述的是說 在母親節那個媽媽也是我們的家庭主婦 然後最不開心的是 的第一名 我想說就是我們的食安問題 那他就佔了27.9% 那第二名就是我們的家庭經濟 上了11.3% 那第三名就是我們的長期照護 9.0% 那我想食安問題 在這一兩年 到我們台灣 一直幾乎最近也是一直在出現 那是不是我們的政府 控管室是有問題 但是現在 現在外面買的東西 其實 又沒有任何的標示 尤其是在超市 那在市場 買的東西 根本就是毫無根據 到底不知道是為對來的 這些來源 到底 是好是壞 根本都沒有一個標準 那每次都是等到事情發生 然後檢驗出來之後 來比較在檢驗 那我 我覺得我們市府有責任 讓我們 在食安問題裡面 讓我們的媽媽們 在買的時候 可以買的安心 然後吃的時候 可以吃的放心 我覺得是市府的責任 那 現在這一兩天 也是一直什麼 我們 那個飲料店 茶 茶標 茶 茶安 也都一直有榮耀過多的問題 那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應該是我們衛生局長的業務 我想請教一下 類似這個問題那麼嚴重 那我們市府衛生局這邊 有什麼作為 或有什麼對策 可不可以請局長答覆一下 請局長回答 好 謝謝議長 謝謝曾議員 對於食安的關心 我想因為是母親節前夕 發生一連串的 這個食安事件 所以那個時候做的民調 大概 基本上食品安全一定會凸顯出來 那我想 市長呢一直也很重視說 一定要把食品的安全 列為 市政者首要的一個任務 所以在前年的七月呢 就已經成立 食品安全衛生小組 跨局處的會議 我們每個月當作是 類似登革熱房子定期開會 同時呢 我們也定定了 食品安全衛生自治條例 也蒙議會通過 但是在行政院的時候 因為有一些小的修正 所以目前還沒有核備下來 那我想這個重點就是 在源頭管理流向管制 所以我們也最早針對 剛剛包括您談的一些 我可以掌控包括金發局的一些夜市攤販 它所使用的東西 我們開始完整的登陸 然後我們去查源頭 同時在末端呢 也是用抽查 兩箱配合 大概就可以比較防止一些不肖業者 另外同時呢 我們也針對所謂化學原料行 包括這一次的茶營的部分 我們現在也定定說 只要從上游 以前中央根本沒有管這個 進來的茶葉這些 從邊境抽查 那現在變成一定要定定標示 都是事後補強的作業 但是我們之前就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 所以才會定定食品 那我想請教局長 向你們查驗到這些農業超標 那你們是怎麼查到的 是人家檢舉的還是怎樣 可可請你答應 這個這議員真厲害 因為我昨天才交代說我們的食品 可可要把所有以後類似案件要分類 也就是說 我們年節食品 包括中央專案調查 跟我們本局的專案調查 還有突發事件一定要分類出來 這樣可以看得出來哪一些 這個項目的一些分配的狀況 那另外一點是 如果這個我們自己做的 也有跨縣市的問題 那其他縣市移到我們這邊 也要去掌控它的一些狀況 所以我的目的是跟剛剛您問的 這個重點是一樣 要補強我們可能比較容易漏掉的地方 才能夠保障食品的安全 那對於食品的上市或是販賣啊 那之前他們要賣的時候 或要上架的時候 或是上市的時候 到底我們是否有沒有做任何的把關啊 這個 如果是在產地的 我們是農業局會去做田邊的一些實驗 到果菜市場我們會抽驗 那到任何 都是用抽驗的 那我們可不可以要求業者說 你要有商業行為的時候 自己要先驗還是怎樣 現在很多業者都會用SGS 他們自己送驗來保證說 事實上後來這次 英國藍各方面的一個事件 你也知道說這SGS不一定 今天驗的跟哪一批不一定可靠 那所以我們現在交代我們食品科是說 如果我今天驗出來 不要特定指哪一個國家 進口的如果被我查到 不合格率比較高的 那我就加強它的頻率 跟加強它的一個檢驗的次數 那所以說 這個SS SNS那個 也沒有什麼依據 那個是廠商 他會說 比如說我今天賣的東西 這一批 他剛好有去送驗 他就貼在店面上說 我這個經過什麼什麼 可是進來的東西是一批一批 不同的 那也許這一批剛好有 所以有時候在 為什麼今天衛生福利部要開始從所謂邊境 就逐批都要檢驗 是這個道理 那現在是 是也在立法院在立法說 未來產品都要標示它的來源 所以7月1號開始 那食品履歷那個 食品履歷要建立 這個我們高雄市現在 我們是有 包括一個QR code的查驗的一個APP也出來了 那其他的剛剛特別跟您報告說 我們是源頭管制流向的了解 大概都要去掌控 一定要從上游跟下游都要銜接 我只是很懷疑說你們在查驗的時候 你們到底是怎麼驗 我一直想不通 因為那麼多東西 你是怎麼驗 當然你們那麼多 沒辦法說全部都檢查 所以我們才說 今天如果是我高雄市的廠商 我就查源頭 那如果是我下游抓到有問題 是別的縣市的 那我就要請別的縣市去查那個源頭 一定要彼此配合 所以我們現在準備說 是不是在各縣市衛生局 大家建立一個溝通平台 然後速度要加快一點 比如說拿這次查的事情來講 你一個材料 它可以經過五個縣市 五個貿易商 跳來跳去的時候 我們政府機關要查證的時候 就會有時間的延宕 同時會難度很高 甚至有的是假發票 也需要國稅局或者財政局協助 很多很多的他們很複雜 包括這次我特別要求說 非實用的要驗 二十二件裡面有七件 是不合格的 但是非實用會不會流到實用去 也必須要了解 所以我現在是準備說 把非實用的要建議 我們衛生福利部 你也要檢查 因為非實用的可能稅的比較低 或者是他漁目混珠 跑到食物鏈去 你也不曉得 我是覺得你們也是 一些我們的想法 要跟那個中央要去反應 是一定會 我覺得應該要標示清楚 其實我是覺得說 如果你真的要有商業行為的話 你要賣進去 應該自己業者要去送院 我覺得這個比較重點 另外一個是要重罰 就是說他們在偷雞的話 你就讓他知道說後果很嚴重 看可不可以有遏制的效果 那我想再請問一下 其實在市面上 現在都很多什麼有機食品 那其實一般的消費者 今天也有什麼 他都覺得有機到底有機是什麼東西 我想這個應該問農業局吧 那個那個 你先請坐下 我問那個農業局長 來請答覆一下 合衛的有機 在市面上 這麼多有機食品 到底是真的有機 還是 還是 還是怎麼樣 其實一般的 消費者是 搞不清楚 到底是真的 他有機是我們 驗的時候 是不是比較高標準 或是怎麼樣 可不可以請你答覆一下 請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曾議員 對我們農產品的關心 在這裡跟曾議員報告 我們共期有機認證 我們都相當嚴格的把關 而且我們郭磊 我們的農民朋友 在做有機認證以外 他應該可以做一個 產銷履歷的認證 那麼有機認證 目前為止 在庚庵區的部分 早期我們 合併以前跟進 已經成長到百萬元兩百塊 百萬元兩百塊 所以說 變成說 在這裡跟曾議員報告一項事情 我們有機認證通過的 他必須 第一 他要申請這個 認證的一個機制 一起生成了認證機制 那在議長的 在審查的過程當中 就包括土、水、農產品 你認這是在產地的認證嗎 對 原產地 所以說我們實際上 現在全國有認證 有認證機關 總共有12個認證機關 那比如說磁心 那我們就是說 找磁心的人 一定要去原產地 水、土壤、農產品要認證 那今天認證通過了以後 他到市面上 在販售 一樣的 農衛機也會派人去檢驗 但是 我們還有一個 配合我們農糧室 到現場去拍賣的時候去檢驗 有機認證的部分 那一年過後 他必須要在第二年 又要開始接受這個驗證機制 那是每一年都要驗一次對不對 對 每一年都要驗 那所以他賣的很貴 是有原因的嗎 我想 大家有做過有機 一個農產品的東西 他發揮的人力 他所用的成本 都是相對增高的 我覺得啦 賣的貴是應該的 但是不要貴的太離譜 那我覺得說市面上這些有機的店 你們都有去抽草 有機的店如果屬於加工食品的話 我們會配合衛生機去抽草 但是就是說在原產地的部分 比如說他是經過農民在 生產出來 在我們比如說我舉一個例子 在維蜂市集好了 按照片 蓮子彈料 鳳山富有館 這些我們都是有在去抽驗的 都有在抽驗的 我是希望齁 我們市府真的要認真去把關齁 因為問題是出的一直在抽查 一直在那個齁 其實我們如果把那個制度 一定就好 他在那個出來 產地要出來的時候 其實如果讓業者去 自己去送院 然後我們來認真 這樣我覺得是最好的 那邊出來都那個 但是如果在市場 市場的流向就真的很麻煩 你市場你來自市面八方 到底這是什麼豬仔 還是雞仔到底是 是有健康物還是什麼病死豬 還是什麼 其實一般人都不知道 大家都是吃吃的 你會比較發痕 所以跟詹陽報告 我們今天推動在地的食材 包括我們在地的綠色友善餐廳 我們希望他使用是我們在地的 在地的食材 第二 生產認證的過程當中 今天是一個擴大性的 所以說 今年我們會推出一個 叫下區的產銷履歷認證 我們希望透過整個社區的整合 然後透過農村再生的社區 透過於農夫的行為 其實你也可以各區的農會 下去跟他們協助 有 真有 要怎麼去榜山 要怎麼輔導 讓他做可以越來越好 這個對我們高雄市的農民 也是很有幫助 農會和我們三十八本本來就在做 但是有些還不足的地方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社區 我們來發展一個社區的生產履歷的社區 這樣逐步把我們這個範圍擴大 量體擴大 可以讓我們市民朋友 真的可以享受到實在安全 永安在地的實在 這是我們推動的目標 希望我們的市民可以買的安心 然後吃的放心 朝這個目標去走 希望我們市府可以嚴格的把關 來 請坐 謝謝 謝謝 那我接下來就要想 想這個 這個我們台北市動物園 還有我們的壽山動物園 那其實 我們壽山動物園 其實一定有精修過 那精修過 其實 它的路源人數 也逐漸的在增加 那當然啦 我們台北市 這 它的落差差很多 你看 這個數據就知道 他們可能動物比較多 然後可能比較好 所以他們路源人數會比較多 那我們 我 以我了解 那我們的動物園 好像 要簽一個新的住址 可不可以請那個 觀光局長答覆一下 請許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曾議員 對我們動物園的關心 曾議員回報 目前是做這個 整個遷移的一個 評估報告 那目前宣指 以這個 內門提供的這個 幾個區塊 做為優先的目標 目前正在做 那是定案了嗎 目前我們已經朝這方向來規劃 那你是要採VOT的嗎 因為我們 跟這個 規劃公司 他的建議初步至少要投入 六十億以上的資金 六十億以上 那依照政府目前財政情形 可能非常困難 由政府來主導 但是我們會做好 整個規劃方案 朝向OT的方式 其實那個 縣市合併之後 其實在高雄市 有很 高雄縣原本的高雄縣 有很大的腹地 那圈區那邊 我是覺得 應該會更好 那 其實像還有一個 我們台北的 兒童新樂園 其實也開沒多久 其實在台北市 可以說非常非常 烘 那其實我們 也是要建一個 新的動物園 那我是想說 是 如果把我們高雄 有一個 兒童新樂園 然後也設在 動物園旁邊 我覺得 這可能 對我們的 那個 開園 會有很大的幫助 那我不知道 這個過想 那局長 你覺得怎麼樣 非常謝謝 曾議員的建議 我們請 國家公眾做的報告 這個動物園 就是一個 綜合性的 一個 遊樂園區 不是只有動物園而已 他也有附設 其他的旅遊設施 包括您講的 這些兒童的 休閒娛樂的設施 或者是 成人的 那也有規劃這個 高爾夫球場 還有其他的一些 休閒娛樂 其實我覺得那個 動物園 跟這個兒童 新樂園 其實都是親子活動 那如果 以後 將來如果 結識 我相信他的 會給 帶來更多的親子活動 然後還有一些 教育的意義 那我相信 未來幾月下去 我相信也是 變成 很多未來 我們高雄市 一個童年的回憶 那我是希望 您趕快 規劃 是不是也把這個 高雄 高雄市的 兒童新樂園 然後給他納入 其實你也知道 台北其 兒童新樂園 它總共有13項的設施 每一項設施都 非常非常的 那個 票價都很低 很一般的票價 那還有一些劇場的表演 其實我們就可以納入考慮 那我是希望說 我們局長 針對這個 在未來幾月 把這個也拿入 以後在內門 可以成為一個新的景點 我覺得是 我們都很期待 那可不可以請局長 再答覆一下 簡單就好 謝謝政員 其實我們就朝這個方向規劃 規劃公司跟我們討論 是希望說 這不只是動物園 是一個多元性的 這個休閒娛樂的一個設施 包括剛剛提到的 這個兒童休閒娛樂設施 或者是成人的 各種的這個休閒活動 我們都會放在這個區塊 畢竟它的基地 有高達200公頃 所以其實它的空間還蠻大的 我們朝這個方向 把這個新的動物園 我們規劃成一個新的旅遊的一個亮點 我是希望好好去規劃啦 因為我覺得很期待 因為我聽到說 你們有新的新的住址 我是覺得很很棒啊 那你原本這些 那舊的這裡要幹嘛 舊的地方 我們把它轉型 作為這個 夜間動物園的這樣一個方式來規劃 因為它畢竟距離市區比較近 民眾區也比較方便 那我們會做 比較這個適合 夜間展示的這個動物在這個地方 那現在已經在規劃了嗎 朝這個方向走 因為有些動物不適合在夜間 那適合在夜間 我們會參考很多 現在有夜間動物園的這個經營模式 朝這個方向轉型 好 希望你們認真的規劃啦 那我們都很期待啦 好 以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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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